30秒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 那如果这10天呢 那拖过了多少个30秒 原定27号蓝白阵营要做协商 但柯文哲拖到月底才要回应 决定对象的一面间 后遗不满柯文哲拖太久 真正的跌乱是11月20号 因为11月20号就登记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常常是努力到最后一秒 最符合我们这个外科集中症医师的态度 我何友宜一生为国家为人民 在枪林弹林当中成长 我是一秒钟 一秒钟决定我自己的生死 柯文哲30秒决定别人的生死 都没有决定 一个医生一个警探 如今两位总统参选人 要比下决策的速度 后遗态度硬起来 政党协商他说算 我是最重要的角色 要不要娶 要不要嫁 不是没人说了算 是我说了算的 所以这个选票上面要怎么排 我觉得我是可以尊重国民党的意见 政府谭不拢 距离登记总统时间 剩下不到一个月 立委李德威呼吁说 党内还有副首立委不分区 国民党应该为蓝白河设下断点 核就核不核就自己努力 其一直寄望在别人身上 还是靠人不如靠自己 你如果政府总统 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能够胜选 那你没有胜选 你谈到后面的组合圈 这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蓝白河要跟时间赛跑 无论是设下断点 还是合作权力冲刺 仍在主帅们的因念之间 借刘世卫以家喻 Terry要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